单眼皮怎么变双眼皮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黄继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现在很多人都说要求是做双眼皮 其实是我们赛斯因为我们的减板 体上剪辑皱折而形成的 这是我们要形成双眼皮的话 我们往往需要就是要做手术 或者现在你看好多人说 我可以给你缝几症好了 它其实也就是通过缝合的线 将我们的皮下和眼轮扎机和我们的减板 形成一个粘连 因为我们减板上有提上剪辑 提上剪辑在收缩的过程中 造成我们的减板和我们的皮肤 形成了个皱折 这就我们形成了重剪 但是这种做埋线的话 我们必须要根据年龄来做 它的要求条件非常高的 比如说我们做埋线要求一般都是 十七八岁二十来岁 皮肤比较紧 眼皮比较薄 眼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采用埋线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而对于上了年纪 眼皮比较松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建议做手术 做手术的话 我们取掉一部分皮 再取掉一部分眼轮扎机 让我们缝合的时候 使我们缝皮 缝肌肉和减板缝起来 使我们减板和我们的肌肉 皮肤形成一个粘连皱折 这样我们提上剪辑 在收缩的情况下 就使我们形成皱折的地方 向上被提上剪辑拉起了 就形成重剪 也就是我别人说的双眼皮 所以说对于双眼皮这个术实 并不是很难的 但是这个术实是非常精细的 因为双眼皮眼睛是人的心灵 在我们和人对话交流时候 往往都会盯住对方的眼睛 所以说我们在做双眼皮的时候 其实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不是像所谓的美容点说 我给你做的就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做这个手术是非常惊喜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 不能听其宣传 非常盲目的去用自己眼睛 一眼是道吧